天主教信仰的默想 作者 Father Thomas Bates 汤姆神父 第三章圣母经的默想 第十二节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在这个祈求中 我们表明自己是罪人的身份 恳请圣母转导或代导 这祈求表达出我们的希望 希望天主不因我们的罪过 而拒绝我们 希望圣母爱我们 为我们祈祷 虽然我们是罪人 新约中充满了耶稣爱罪人的故事 天主降生成为 具有人的身体的耶稣基督 祂的目标 就是为了替世人赎罪而死 天主从未把我们的罪 当作是我们生命的最后结论 天主降生来到世界上 就是为了彰显祂的慈悲 在蒂茂德前书中 圣保路说 这话是确实的 值得完全接纳 就是基督耶稣来到世上 是为拯救罪人 而我就是其中的魁首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为我们罪人祈祷 父啊 宽恕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做的是什么 圣经中 蕴藏着希望的讯息 我们所希望的是 不因自己的罪而被审判 在基督内 我们已经获得了天父的宽恕 玛利亚成为无染原罪的 是因为天主赐他恩宠 使他免于罪恶 我们虽是罪人 也能因着天主所赐的恩宠 得以无罪 尽管我们过去有诸多罪恶 且现在或将来 人会因软弱而犯罪 但还是有获得救赎的希望 圣经教导我们 无染原罪的圣母玛利亚 是我们的代言人和代导者 因此我们转向他 恳请他替我们祈求天主的仁慈 圣母经的默想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